把房子收拾吧 你看桌上菜桌上乱七八糟了 昨天你带不带我们去 昨天吃完饭那个是晚还没洗呢 你把我白洗一下 啊 明时快在家里来干点活嘛 多好了 你这又要出去吗 嗯 就要呢 就要出去 那活在这边一天不滑哎 都这么吵 嗯 都不想跟你说话了 笑什么笑 天天你都这样子 一叫你就出去 那过年你玩了多少天了都 还没过完呢呀 那你的年到 初几才算是过完呀 十五吧 你要玩到十五呢 我也累啊 你比我累完 我跑的 我玩了 我玩累了呀 哎呦 辛苦你了啊 玩累了啊 你也不问一下我 你就直接答应人家了 那我一说了呀 眷眷眷要生气了哦 这咋起啊呀 过年了 这可真是话呀 那我也要出去嘛 你看看 我一说你看你眼睛翻呢 你看 出什么转啊 家里来带我多难活啊 我也不想出去啊 说是话不想 几百万的生意等着你去应酬了是吧 哦 应酬吧 嗯 我干大色的人啊 没办法 没办法 你咋没办法 你自己 去要准备做几个亿的生意了吗 没办法 应酬啊 没办法呀 米果啊 嗯 你看看你把这吃的 这做手工 这剪刀 你看看 乱七八糟的 嗯 你等会儿要收拾掉呢 妈妈今天早上才收拾完呢 哦 少看点手机啊 哦 人家刚说这个年要过到大年十五呢 就这样玩 按道理来说啊 过年了嘛 应该玩一玩啊 哎呀 但是我就有一点不太平衡 同样是从年头忙到年尾 可是过年我就玩不成 我还一堆朋友都没有见了 这竟忙着我婆婆那边的事 还有她朋友这边的事啊 说心里话 我也没意思呀 天天就窝在家里面 平时就窝在家里面 这过年了还窝在家里面 哎呀 看来大家真的 你们想想女人和男人真的不一样 男人可以料下一切 潇洒的过自己该过的节日 女人就不行 同样是人 是不是 但是当然也有那种 特别顾家的啊 特别好的那种男人啊 这都不一样我没碰上 这都不一样我没碰上 是吧 我有点不平衡 你带我一块去吧 哎呀你去看看 玩呀 那你也别去了 你把我和米果都带上 我去应酬是呢 这你干嘛 应什么酬你 你又不做生意 你又不是搞几个夜的事 你应酬什么 你现在是不是就擦贴面膜了呀 我给你拿个面膜去要不 行 太晚了 走一下可以 哎 我觉得你昨天晚上跟美女玩的 是不是都都有联系了 今天是不是又叫您呢 你小多了 哪有美女呢 好好说 我看就是把你打扮帅了以后 你就出去沾花热草去了 我是这样的人吗 你就是 你昨天喝多了 自己在那说呢 跟美女在那 那个 那个喝酒唱歌 然后玩 玩骰钟 酒量不如别人 比别人管多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了吧 玩什么骰钟吗 我是那种人吗 胸样 你笑也没用 把我带上 把米果也带上 那我们在家也没意思呀 那我也出去了 看 哎呦 看看表情 哎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去 你不让我出去 你又不带我 你想让我干嘛 我也要过年的呀 你要么带我 要么我就带米果出去玩去了 找我朋友玩去了 到哪儿玩去 我不管 你不管 你到哪儿我都不知道 我去到 到哪儿 到哪儿玩呀 哪儿 女儿 不要把一个朋友 就概括了所有的事啊 你们朋友是去哪儿 吃饭吧肯定 在哪儿吃 饭馆吃了在哪儿吃 哪个饭馆 不知道 你在前面吃 我带米果在后面吃 我们自个桌子 我看你 你舍得让我跟米果 孤零零的坐在那儿吃 那你们跟着吧 那你告诉我哪个饭馆呀 我都不知道 我都知道了 等会微信告诉我 估计昨天美女都约好了吧 今天 我觉得什么约 还有美女 是美女来看 没有好看 哎 哎呦 你这现在是要出去了 所以你好听话呀 跟你比较差远了 疼了吧 你 老弟我干啥呢 老弟老师 我不是盯着你 你这人就自私的很 你过年可以出去玩 那我也要出去玩 那不行待会儿 带米果吃到朋友那儿玩去了 冬天跑啥都跑了 冬断人 那你 你怎么就跑着 那么勤快呢 登那个登的 你家里家多买花了 跑什么跑 哎 人是需要精神上的交流的 我们天天面对四面墙壁 不急吗 你把房子收拾收拾吧 你看桌上 菜桌上乱七八糟了 你带不带我们去 昨天吃完饭 那个是晚还没洗呢 你把我玩洗一下 啊 没事快在家里面 干点活嘛 多好了 跑啥跑 等我 等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